Sound on 社会这样就轩然大波 大家会觉得 怎么可以这样子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为什么大家看到这种新闻都很生气 我看到这种新闻我都很兴奋 为什么你会很兴奋 哇这种东西可以辩护到无罪 超屌的 从律师的角度来讲 当然是想要去看说 为什么他会无罪 这个当然想要判断 因为对我们来讲 就是这种悲剧我们很常接触 但是到底什么原因是会无罪 会很想知道 我可以理解这种心情 而且我的想法并不是说 哦干太屌了 这东西可以辩护到无罪 以后案件一定可以很多很好接 倒不是这个想法 而是说台湾的司法体系 台湾的法官 真的愿意认真面对 我们以前学习那些理论 哦 你说他真的有落实在判决里面 因为我们以前学法律的时候 课本上会有很多看起来很神秘 很离奇的案件嘛 但是长大真的当律师之后呢 其实会心知肚明是 法官他们工作时间有限 他们心有力不足 心中自然有时候不太愿意 真正把每个案件 去设想到所有可能的情况 那这确实是一个现况 没错 所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其实我会觉得很开心是说 这一些问题 这一些案件处理的细腻度 是越来越高 没错 然后法官也越来越有问题意识 然后也越来越 愿意去思考 各种案件不同的可能性 坦白说啦 如果在台湾可能二三十年前 可能法官说 我有神经病是有杀人 他一定判你死刑 那可能是谁判你死刑 谁理你啊 以前法官才不是这样子的 他才不想听这些莫名其妙的东西 他会觉得这是什么东西啊 然后就不想理 但我就要挑战你 我们是学法律人 对 所以我们看到这件事情 我们可能会觉得 课本里面所学到的东西 是有进展的 可是对于一般人来讲 他一定是感到非常气愤啊 对 那你要不要故意 跟大家简单讲一下 一件事情是 为什么他今天吸毒 竟然杀人会被判无罪 网络上就有一个说法 吸毒是有罪 杀人是有罪 我吸毒加杀人 我就无罪 不是负负得证的意思 针对像这样子大家一问 你觉得你要怎么来 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讲解 我在昨天跟晚真的 那个小短片里面 其实我先简单的介绍了啦 但是更久以前的 翁国燕律师也来到我们的节目里面 介绍过这个责任能力相关的规定嘛 那他的原理很简单 其实讲出来大家都可以理解啦 就是说刑法为什么要处罚人 你明明知道这是个坏事 你明明知道这是不违法的事情 你甚至知道 做了会发生不好的结果 但你却坚持要去做这件事情 结果也确实发生 你要知道 然后还去做 然后真的也发生了 刑法要处罚这样子的人 因为刑法要处罚的是 禁止这样的行为嘛 很多法律其实都会禁止行为 可是刑法重要性在于说 他是要去谴责一个人 为什么在明法师界面 我们不用处罚这个字 原因在说明法 它其实重点在于说 你就是陪人家钱嘛 私人跟私人之间的纠纷 你答应别人的就是要做到嘛 那没什么好谴责的啊 你今天把人家撤错 那你就陪人家钱嘛 那好像没有什么 只需要去谴责的东西 对不对 可是刑法不一样嘛 起码是说你真的做一件法律 不允许的事情 而且这个法律 之所以不允许这个行为 是因为这个行为 本身就带有值得谴责 但道德上 甚至是很多层面上 我们都不希望这件事情 持续的发生在这个社会里面 对它给人的一种 良心上的震撼感 是高于耍脸不给钱 对 是高于你单纯 把人家不小心 把人家设得撞坏 这样子的一个过错 对那回过头来 既然是出于一个谴责的目的 那他谴责的原因 就要来自于说 这个人他真的是 知道 知道他在犯罪 刚飙高音 你刚破音 婉正这段不要剪掉 一定要放 我知道 这个也是我的主题 变这样 好啦重来 就是因为这个人 他知道他这个事情是不对的 或者是说 这个人 他知道 他多做一点 就可以避免一些憾事 可是懒惰啊 或者是出于其他一些原因 你可能讲的 比较像过失的概念 他可以避免 但他结果没有 多做一点 然后来避免 我们甚至是觉得说 他有责任要多做一点 OK 比如说 老师带小朋友去校外教学 玩漆弹 国小一年级 那满母汤 满母汤的吧 应该知道这个很危险吧 漆弹很痛 结果一堆小朋友眼睛就打瞎 这个就大家可以理解嘛 你应该可以依捐到 这是一个不可以做的事 老师不是故意的 老师没有故意要大家 他当然不希望小朋友眼睛是瞎掉的 但他知道 有可能会造成 小朋友眼睛会瞎掉的 极高的风险 但他并没有多做一些事情 来避免这样的风险 所以他该被处罚 小朋友起打交 这个老梗 你现在收听的人 你妈一定听不懂你在讲什么 没有这个节目的 年龄层大概24到35 应该蛮多人玩过的 对 但是一定有 小朋友下楼梯 一定蛮多人没有玩过的 小朋友下楼梯 那个最后那个声音 就跟你刚才那个标高 对啊 好 那接下来就会回到 你刚刚讲的那个问题 就会有人说 那相反正就疑问就是说 那吸毒的人 他也知道 他吸毒后会神志不清 可能会做很多 不好的事情 吸毒后会进入一个 无法控制自己行为的状态 那为什么他这样子 就不需要为自己行为负责 那这个关键 好像就在于说什么 因为我们统合 像你刚刚讲的嘛 第一个犯罪就是 他知道他自己在干嘛 他知道什么样的风险 可是吸毒就让他 不知道他自己在干嘛 所以关键在于什么 他吸毒后 他知不知道 他会去杀人 没错 这好像又是真点吧 就如果他知道说 我吸毒之后 我会神志不清 但我会去杀人 那这个不要吸毒这件事情 就可以避免杀人 这好像就是 我们刚才讲的 他必须被处罚 没错 所以问题在于是 那他知不知道 好 在逻辑上面啦 或者是用 法律的道理来讲 你说人情义理 杀妈妈一定不对啊 但是法律的道理 听起来应该是这样啦 那位被告 他确实因为吸毒关系 神志不清 所以他当下 按照法律认判决 不知道自己在杀人 对 所以你去单纯 谴责他杀人这件事情 单纯谴责他杀妈妈 这件事情 完全没有意义的 因为他进入了一个 可能很像僵尸的状态 你去谴责僵尸 所以他不知道 应该说从判决 目前既有的 我们得到的资讯来讲 对 因为法院 还没有公布 法院就有公布新闻稿 所以我们可以跟观众讲 从我们现在 既有得到的资讯来讲 他吸毒后 他不知道他会去杀人 这个现在是2020年 8月21号 好 现在我们是不知道 下午6点了 他不知道的话 我们在法律上要判无罪 因为他并不知道 他不符合我们要处罚的 这种状态 那我反问一件事情 刚刚讲的是杀人 人生的问题是说 那他需不需要为 吸毒后 让自己进入到 神智不清的状态 要负责 然后这个神智不清状态 衍生出一个杀人结果 这个时候很多人 就把他连接到酒驾 对 这其实蛮像的嘛 酒驾也 我也可以说 我喝酒喝到忙掉 卡掉 很多人卡掉 就倒在路边大吐 就路边乱唱歌 裸奔什么的 那醒来后发现 哇自己怎么草丛堆里面 甚至被检尸回去 对 很可怕一些事情 对 会发生一些很可怕的事情 可是当下完全没有意思嘛 对 好 为什么会有这样差别 关键在于说 酒驾这件事情 它是有一个法律 单独把它拉出来处理 OK 今天这个案件会无罪 就是因为法律 没有针对这个状况 做特殊的处理 可是酒驾这件事情 正常的生活经验 都知道 你喝酒后去开车 会出问题 基本上就会出问题 对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 因果关系 或者说这样一个关联性 已经明确到 基本上正常的人 合理的人 都可以预测到 喝酒机有可能出车祸 撞死人 害死别人家庭 我这边打菜一下 所以吸毒之后去开车 可能也会有 一样的处罚的问题 因为神志不轻嘛 对 因为那个犯罪 它叫做不能安全驾驶罪 所以我们区别一下 我们现在讲的是 神志不轻之后去开车 跟神志不轻之后杀人 我们先做个切割 所以我们现在讲说 神志不轻之后去杀人 大家都会理解 一定会出问题 所以法律要给他处罚 对不对 OK 那杀人为什么 这件事情并没有处罚 这样子 原因正在于说 那个人在 那个杀人的当下 他是真的 按照法院判决了 他完全不知道 自己要做什么 OK 所以我们不会去谴责一个 完全不知道 自己在干嘛的人 所以第二个问题是说 那需不需要为 让自己陷入神志不轻 这件事情负责 好 完全再来了 对 问题是让自己 陷入神志不轻之后 我会做什么事情 我要怎么预测到 对我要怎么预测 如果单纯要求 大家为这件事情 负责 那很可怕 其实这件事情蛮可怕的事情 对 你不能喝醉 对 你一喝醉就有 就可能就极大的风险是 我们先不要讲吸毒这么 就喝醉 就讲喝醉好了 喝醉有什么错 肉依你之前喝醉后 发过酒疯吗 没有 你是会发酒疯的人吗 不会 但你有喝醉 我有发酒疯吗 没有你在那边吐 而且我还帮你擦 我吐 你还记得吗 我有印象 我有印象 我喝醉 我很有道德 我精准的吐进去水沟里面 我拿卫生纸帮你擦嘴 喝醉后会做奇怪的事情 这个是不能乱讲 不能把 不能把那人讲得对 我绝对不会讲是苏蕾啦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真的太惊人了 苏蕾喝醉之后 我们一定要去烤肉 这个不能讲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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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统整一下 喝醉 人之常情 所以喝醉之后会做什么事情 有时候这真的是没有办法 去预测的事情 对 所以法律好像去处罚一个人 你没有办法预测的事情 因为喝醉的人有白白种嘛 你看大部分的人喝醉 都不会去杀人 对 我们有没有必要去处罚这件事情 那我反过来再问一件事情 以后他会说我要杀你 那我先让自己喝醉之后去杀你 我要杀贵子 我先吸毒之后再去杀贵子 这样不就好了 我这样吸毒就无罪啊 因为这种叫做典型的戒酒壮胆 戒酒壮胆是什么意思 你是已经先想要杀人了 那你知道你喝完酒之后 机有可能就做这件事情 那就跟那个酒驾有点像了嘛 酒驾也是你知道 我喝酒之后开车 机有可能出车祸 但是你还开车 而且你坚持要开 那你刚刚戒酒壮胆 你想要杀人 但若伊你超熟辣的 我就先喝酒 你就先喝酒 先喝完酒之后 看到人就砍 因为装胆是来了 那你喝酒之前 在正常状态下 完全可以预测到 自己会做这件事情 那这样当然要禁止啊 所以法律上我记得是 有规定就说 如果你是故意 让自己招致陷入这种状况 就不适用这种 免除罪行的 了解 所以那大家就会问说 那今天这个案件 为什么不算这个故意或过失 那就重点要判别 就是他到底在杀人之前 他是不是本来就会故意要杀他吗 吸毒之前 吸毒之前 目前资讯来讲有没有 听起来好像没有 没有 因为姐姐来出庭作证 大楼的社区管理员 邻居来作证 似乎平常跟妈妈之间 没有太多的嫌隙 就可能家庭关系算融洽 那我想也是啦 因为姐姐会出来求情 可能那个犯罪被告的 那个关键监狱之后 家属不来看的 因为全家唾弃他 唾弃他对 所以全家觉得这个家族支持 就急于要跟这个人 牵涨关联 那我们统整一下 本来的刑法要处罚的事情是 你知道你在干嘛 危险的结果 那如果你本来没有要这样子 但是你不小心进入到 神志不清的状态 所去做的事情 那法律没有办法去预测 你会做什么样的事情 所以我们会有一些 减轻的规定 那如果你本来就要做这件事情 可是故意让自己 神志不清要去做这件事情 那法律还是会处罚 所以回到今天的这个判决 最主要原因是 他看起来是没有要杀他妈的 那他最后吸毒才去杀他妈 那这个大家还是会担心一件事情 那以后神志不清了怎么办 那我想这可能并不是 法律要去处理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是不是就是要 避免自己陷入神志不清的状态 没错 而且大家想一件事情 他已经神志不清了 吸毒吸到呛吊了 这句话可能会 有点顺着不正确 但是我想为了白话 会觉得他呛吊了 你觉得他会怕杀人罪吗 对这个是 对啊 当下 大家觉得说 哇今天杀人杀妈妈可以无罪 那我以后就杀我妈 以后就杀妈妈 对其实也不是 不是啊 因为你知道你是个正常人啊 你知道你做这件事情 你会被处罚 但如果你今天吸毒呛吊了 你觉得你会被处罚吗 所以这个东西完全没有喝阻力嘛 了解 所以大家会担心说 哇以后大家是不是就是借酒状态 那不好意思 借酒状态我们前面讲了 这个不行 没有用 了解 造罚 以后看到路上 有一些看起来精神状态 好像有些疾病的人 可能就真的是要小心一点 那你说这种人 法律都没办法处罚吗 又都没办法解决吗 请问法律要怎么解决 他就是搞不清楚中共 他才会被法官认定 没有识别能力嘛 对 我想这样讲大家可以很容易理解了 对 我们也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就是社会上每一个问题 其实都没办法 每一件都用法律来解决 没办法都用刑法来解决 都用刑法来解决 我们法律可以有很完整的规范 比如说 我们常常讲一个叫做 社会安全网 对 比如遇到这样的人 有没有一些机制 他比如说他生病的话 神志不清 有精神卫生法之类的嘛 对不对 如果这个人确实 已经有一些 因为这个精神疾病 然后严重 开始出现 伤害自己或其他人 这个生命生理安全的情况 那这个情况下是可以强制就医的 OK 就是强制把他送上救护车载走 OK所以法律还是有针对一些 可能审治比较不齐的人生病 这样讲起来这样比较有效吧 对 他可能会先去做一些处理 对 来避免他去做出对社会伤害的一些事情 那像吸毒这件事情 可能有些相关的毒品危害条例 也有去管制 针对比较不应该去接触到的一些 药用的东西去做处理 其实我们相关的法律 也设了蛮多的机制的 那我从这个东西来带掉 我们今天想要讨论的 第二个东西就是 那那个人他杀人之后 他被抓到之后 他很有可能被做什么事情 积压吧 被积压 对对对 这件事情也蛮多观众敲碗来问说 诶那到底积压是什么 我们就有很多的立法委员 对 被积压了 其中大家最关注的就是 我们时代力量的 徐永明 到底有没有被积压这件事情 大家非常关注 蓝绿被积压这正常啦 这个真的是 这个蓝跟绿的被关的不够多吗 就是看人 如果这蓝的是讲万安 蓝的可能是 大家比较觉得 形象很轻轻的人被积压 我觉得可欲坚信 没有太意外 没有太意外 我也不知道 就是大家反正 大家可能觉得没有太意外 所以就没有太大的反应 可能徐永明 大家会比较意外这样子 很多的这个时代量分 就说了一句话 你看徐永明没有被积压 所以他没事 剩下被积压就代表他有事 这样对吗 第一个无罪推定原则 不管有没有被积压 都先推定无罪 OK 在被法院判决有罪之前 他都是无罪的 没错 所以积压不是一种判决 积压不是 OK那积压是什么 第二个 我们先讲专有名词 OK 积压是一种刑事诉讼的保全手段 哦 要保全什么 OK因为刑事诉讼 这个人 法院之后判决你有罪 你是不是要去坐牢 哦对 那大家不是笨蛋啊 就跑掉就好了 我干嘛要等到你判决有罪 我都知道我可能会有罪 我就赶快跑这样子 就是我有些人心知肚明嘛 我就是有干嘛 对 不要坦荡荡的接受审判啊 赶快跑啊 以前就跑到大陆啊 跑到越南啊 跑到中国去啊 对 这么笨啊 所以为了怕你逃跑 就先把你关起来 OK 这是积压的最主要目的啦 对 但这也很危险 因为听起来很正当嘛 对 可是这个人就没有被定罪啊 他到底 徐有名 苏正清 廖国栋 陈超敏 还有赵正宇 赵正宇 好 他们到底有没有收这些贿赂 收这些贪污的钱 法院都还没有调查完 对 甚至是检察官正在调查而已 没错 甚至还没有进入到法院审理的阶段 尚未被起诉 你就先把他关起来 对他们五个人 是一个很大权力伤害 很大权力伤害嘛 对 他们被关起来之后呢 这个六国栋是三地原住民 对 立委 立委 对 那突然扫一席 原住民族群 间接也受到影响 赵正宇是桃源第六选区 那边的选区人 就没有一个的地方发生 对 如果这个什么 徐有名被击家的话 那这个实在地上党主席 对 党主席就 党主席 那实在地上突然群中无首 对 假设今天真的是一个政治迫害 就根本徐有名是无辜的 就一个人给他搞起来 然后现在好像在对岸 好像就很容易有这种状况 对 执政党这样去搞 搞一个在野党 那在野党就垮掉了 对啊对啊 所以积压其实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 要很谨慎 对 所以我想 所以这样子一个局地 大家就可以知道说 它其实是很严重的事情 OK 所以就要非常谨慎 所以我这样理解 积压其实只是要避免一些事情 我可不可以这样讲 它是避免犯罪侦查被破坏 因为你有可能在犯罪侦查过程当中 串供跟别人 他有时候我跟贵自驾车犯罪 我就说 我们等一下证实怎么样之类的 这个有一个人做过这件事情 就是本来被积压 后来就交保出来 然后就去串供 交保回来之后呢 没有回家休息 立刻到公司里面 把所有人就来开会 开完会之后呢 又立刻被积压了 这个就是说 我怕你串供 所以积压你 然后放你出去之后 你就过来去串供 所以这个积压确实很困难 OK 你说这个要关 很难做这个决定 你不关 他跑去串供 他被骂 那除了串供之后 还有什么 灭证 灭证 对 就是我怕你跑去 把证据破坏 像这个林义士 不是说被逮捕之后 家里有很多那个农烟 一直冒出来吗 对 在烧钱 就疑似在烧 对 烧纸钱 纸钱 把真钱烧掉还是什么 我记得 我忘记 那时候还蛮小 那这个纸钱 到底是纸钱 还是纸钱 不知道 不知道 大家理查一下 那第三个就是逃亡 OK 所以如果你 怕你串供 灭证或逃亡 就这种可能会破坏犯罪侦查的 没错 几率很大的话 我就会可能把你羁压 所以 有一种叫预防性羁压 根据科学的研究 你可能做了某个犯罪之后 可能会反复行使 发生这些犯罪 我记得强制性交 好像 对 类似像这样 性侵害的犯罪 对 可能就会 放火 那可能就会 直接把你羁压这样 怕你再犯 就是说 这种犯罪类型 实证研究上 比较容易 比较经常出现 短时间之内 密集反复在犯的情况 所以要先把你 所以为了要 为了要 保护被害人 保护这个社会 所以就先羁压起来 但这个东西 就一直有很大的争议 你怎么可以预设一个人 他一定会反复犯罪 你不可以说 因为大部分人都会这样做 这个人就一定没这样做 蛮有道理的 逻辑上 不应该这样做 对 不过这个比较例外的状况 我们这一集先把它切开来 我们单纯 单纯讨论 我们就先把这个移开来 好 那我要问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所以 徐永明今天 不会被羁压 是不是代表他真的没事 还是代表 他因为罪有事 所以他没有被羁压 还是怎么样 因为很多人讲 很多网络上 很多人在讨论这个说法 对不对 徐永明没有被羁压 他可能不符合羁压的要件 第一个 他可能已经不会串政了 不会灭政了 为什么他不会串政呢 杨总可能是 他该讲都已经讲完了 对 就是他已经认罪了 对 有可能他进去跟法官说 他基本上就已经认罪了 再次 有可能徐永明确实 涉案情节比较轻微 所以跟他有关的 相关的证据资料 简法已经掌握差不多了 所以基本上 梅德法官就是 简审越过资料之后 认为 没有称政空间 没有灭政的空间 那既然已经没有了 那就没有 那他更不可能逃 看起来是这样 看起来现在没办法逃嘛 因为你要怎么出国 现在去哪里都要 都有狗逼奶 那我可不可以这样解读 就是有没有被羁压 跟你实际上有没有犯罪 真的其实没有这么大的 必然关系 因为听你这样讲 可能有两种版本 徐永明可能没事 所以不需要被羁压 有可能 也有可能一种版本是 他已经承认他有罪 但是法官考量到 反正他都已经承认他有罪了 所以我不需要羁压他 就等之后 之后等判决 确实啊 因为确实我们律师的实务上 有一些当事人 他就是 涉案情节明确 那我们就跟他说 你就直接认罪 你不认罪的话 法官就会觉得 恶心重大 判决更重 除了恶心重大以外 就是觉得说 你不认罪表示说 你后面可能要去做一些什么事情 去反而压起来 OK了解 反正你这个答也答不贏 我们就往认罪 然后求侵判的方向前进 从有罪辩护那样子 所以就跟大家通整一下 就是有罪跟无罪 跟羁压 其实真的没有必然的直接关系 因为说真的 没有被羁压 就只是因为检察官 还有事实没有调查完 那怕你去串证串供 那当然你也可以进一步说 那就是他涉案协议 比较重大 情节比较大 所以还有更多东西需要理清 通常也是这样 但这没有必然关系 因为可能查到最后 根本没有你的事 很多人也是被羁压后 结果后会判无罪 对也是有 要防御申请愿意补偿 对也是 所以这边有跟观众讲一下 就是假设很多人也在问 如果你今天被羁压之后 发现你最后是无罪 是可以有愿意赔偿法的规定 是可以做一些赔偿的 好那我最后问你一个小问题 那交保又是什么 他听起来跟羁压好像很像 但是交保好像 就是我们看有很多人讲说 他出来 然后就要交保一些钱 然后之后就被放走了 他会说我印象非常深刻 我小时候完全不懂法律的时候 看中华职棒很多人说 疑似涉及迁赌 然后交保出来就被开除了 因为有些情况 他也担心你篡政 也担心你灭政 也担心你跑跑 可是可能那个犯罪本身 没有那么严重到 譬如说迁赌 就赌博吗 不能 这个对我这种职棒迷来讲 是一辈子的痛 梦从头上背信吧 对不对 就不是法律上所谓的重罪 但讲实在话 打假球伤了球迷心 那除此之外 好像跟贪污比起来 没有了我很难过 你这个不懂棒球迷的人 你不要这样子 我很难过 我小时候 我小时候还哭 我觉得我这样讲 也有可能出事 因为他假计假球 就是摧毁了台湾职棒 我那时候哭 我高三的时候 我记得那时候 这变重 我要考大学 我兄弟迷 2009年那个时候 兄弟像就是签读 我真的在家哭 我读书的时候 听着广播我在哭 我小时候是棒球队的 热爱棒球 我觉得棒球就是 我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然后我 就发现一下是假的 就那些球星对你来说 跟神一样 对 我小时候还跑去 跟一个棒球球迷 一定有很多观众知道 陈志源 小时候参加夏令营 还跑去跟他握手 说我可以跟你握手吗 他说可以啊 我当天握完就没洗手 我很开心这样 那些事情对他 幸好那个时候 我没有武汉肺炎 对 对 但后来非常生气 因为觉得他迁读 比武汉肺炎更狂喜 他菜瓜布刷 对所以对我来讲 那时候很难过 所以我那时候 我那时候小时候就觉得 所以你交保 是不是就做错事 回过头来 回到法律里来看 这些犯罪的刑度 他还是比贿赂轻很多 对 那好像没有必要为这些 什么两年三年五年罪 那个贿赂什么 可能都七年以上 五年以上 都非常重 所以有时候还是会有一个 比例原则的考量 考量什么 就是考量说这个罪 就算到最后判了他要关 好像也不值得 为这个跑跑 你的意思是说就是 他的刑度实在是太轻 对 就是这个案件的情节 好像就没有严重到 需要先把你关起来 所以那你就放一笔钱 你要放一笔钱在法院里面 你一旦绕跑 一旦穿针被我抓到 这钱就没收 OK 我可不可以这样来讲 就是 积压所涉及到的东西 可能是比较严重 所以一定要把你关起来 对 那交保是可能没那么严重 对 所以我比你突一笔钱 可能你最后逃跑 我就把你这笔钱没收 也有可能是 已经没有什么 灭认穿针的空间 OK 了解 至少今天知道的这些 积压可能跟交保这些差别 至少观众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 交保不代表无罪 但积压也不代表有罪 没错 因为他交保跟积压 都不是一个处罚 没错 他就只是要保全形式程序的 一个措施而已 OK 那这个交保金额呢 通常会取决于这个人的财力 财力证明 比如说赵成雄交保的时候 忘记是一亿来两亿 很高 我记得非常非常高 天价 天价 而且这个交保金 你不能去刷卡 什么给失票 要现金 要现金 所以赵成雄交保的金额 公布好像一亿来两亿之后呢 忘家属好像一两天内 凑出一亿两亿来现金 就大家就 果然有钱 果然有钱 这太惊人了 对对对对 因为你身上有这么多现金 也是不简单 因为很多人所谓有钱 是他可能有股票 有股票 对对对 那你那些东西 怎么可能顺便的钱 不是现金流 对啊 了解 所以你可以瞬间 搬出一现金 那真的是很惊人 但我有些当事人 他们的交保金 可能就是什么 30万20万 那大家可能会觉得 这个很少 但是对这些人来说 就是他们 几乎是一整年的年收入 一个神志不清的状态 到底要不要被刑罚处罚 以及来带大家了解 这个积压跟交保相关的问题 从这些政治的案件 政治程度比较暗见 来带大家看这样 政治归政治 法律归法律 到此结束 下次见 好拜拜